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水母,估计大家都知道了,全都最近新出了一个皮肤系列,是咖啡甜心 那么在这个平行宇宙里,这六位英雄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咖啡甜心的大体世界观哈 咖啡甜心的主舞台很小,相当于我们现实世界里面的一家很有名气的咖啡馆 但是它里面添加了一些魔幻因素,比如甜点魔法和咖啡之神 我估计这个皮肤里面的巴德是可以被叫做咖啡之神的 那这次推出的六个皮肤,其实都是通过这家比较有名气的咖啡馆进行联系的 他们的角色分别是咖啡馆老板的女儿,安妮 服务员,格温,大唐经理,西维尔,糕点师,索拉卡 还有传说中的咖啡之神,巴德和一个心怀鬼胎的神秘男子,弗拉基米尔 嗯,行,那接下来我们一个一个的详细介绍咯 首先是安妮,这小孩是咖啡馆老板的女儿 可能有优秀基因的影响吧 安妮在很小的时候就彰显出了她游苏糕点的天赋 被称为Accomplished Pastery Match Wunderkind 这怎么翻译?超级熟练的游苏糕点神童 熟练度高和神童这两个词一出来就感觉挺厉害的哈 毕竟年龄这么小还能对一个事情的熟练度这么高 那以上是安妮优秀的一面 她当然也有属于小孩的一面 最典型的就是非常爱闹 小孩嘛,比较喜欢吃甜食 当安妮找不到自己喜欢的甜点的时候 她就会发脾气了,撒泼打滚的 让她的伙伴樱桃软糖熊去帮她找好吃的 但是安妮人家毕竟都是糕点神童了 所以找到和她胃口的甜点其实没那么容易 幸亏这一家咖啡馆的水平比较高 否则安妮早就把这店给折腾倒闭了 其实小孩的这一面在皮肤的回程动画里也有体现的 任性的安妮一直在为难小熊 真的是辛苦小熊了 那介绍完安妮,我们来一起看看安妮的甜点伙伴 樱桃口味的软糖熊吧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皮肤 拳头给每个英雄都配备了一个标志性的代表甜点和甜点伙伴 甜点伙伴这个设定就和新手里面的那些小精灵很像 我估计这次皮肤如果能卖的比较好 可能这些伙伴就会变成小小英雄 当然,这是我站在拳头商业角度考虑的问题 好的,回到这个代表甜点 安妮的代表甜点是樱桃口味的软糖 关于樱桃,原话里面出现了很多樱桃的元素 比如安妮的发儿姑呀,手上的甜点呀 和旁边的小熊软糖的脚底下都有这个樱桃的镶嵌 甚至最大的,她那个提博斯伙伴也是樱桃勋章 然后软糖这个设计其实还蛮符合小孩子的 小孩子都爱吃糖嘛 接下来我们介绍格温 格温是这家咖啡馆的服务员 主宇宙中,她就是可爱外表,凶悍战斗那一挂的 这个设定在这个宇宙中也沿用了 平常她就是最甜美,最和善,面带微笑的服务员 但是一旦碰到有客人图谋不轨,想耍流氓的时候 那她就要拿出剪刀攻击了 你问攻击哪里? 要是我是格温的话,我就让你这辈子耍不了流氓 你看咋样 下底一凉哦 好,那回归到这次格温的设计 格温本来就是洋娃娃 她就特别适合这种华丽甜美的风格 所以这次的格温风评是非常不错的 她那把剪刀本来的作用是切蛋糕和糖果的 剪JJ只是一个很少用到的功能了 格温的甜点伙伴是一个拿着蓝莓叉子的薄猫 嗯,这个甜点伙伴也很特别哦 因为其他人的甜点伙伴都是真的甜点 只有格温的是玩偶 我估计这可能是为了对应主宇宙中格温的设定 格温的代表甜点是蓝莓口味的蛋糕 这个在原画和游戏里的回程动画都有体现 那蓝莓这个元素也被用在设计格温的各个细节里 它剪刀上面有蓝莓 W和R中的线也被有蓝莓的叉子代替了 接下来是西维尔 西维尔本来是当糕点师的 后来索拉卡这个更厉害的来了 西维尔就转到了大唐经理 这个植物应该是负责解决一些意外情况的吧 这么一想的话 西维尔倒是很适合了 哦对了西维尔也管招聘活动 想去咖啡馆应聘的人可以给他投简历的 聊句题外话 我看有个网友的评论挺有意思 说西维尔主工作是在数码当赏金猎人 兼职送外卖披萨 最后还要在咖啡馆打工 那没办法嘛 西维尔主宇宙就是雇佣兵这个设定 他在很多宇宙里都是打工的存在 不过有意思的是 人家西维尔可是皇帝的后组 他可能只是不想参加复杂的数码政治问题 对于工作他还挺乐在其中的 那西维尔的代表甜点是草莓口味的马卡龙 他的甜点伙伴也是一个草莓口味的马卡龙熊 等一下 为啥这次伙伴有两个都是同一物种 这里选一个狗或者什么的 我感觉更好吧 不知道全都是怎么想的 对于马卡龙的运用 全都把它设计在了西维尔的武器上 西维尔的武器变成了一个 装着三个草莓马卡龙的盘子 和那个披萨有异曲同工之妙咯 接下来是索拉卡 担任的职务是糕点师 他可算得上是这家咖啡馆的重要人物了 索拉卡可以往糕点里面注入魔力 让品尝到他们的顾客 感到强烈无比的幸福眩晕感 这里全都埋了一个伏笔 就是索拉卡的出身 拥有的能力都比较神秘 可能会牵扯到一些事情的出现 我估计也是因为索拉卡 才引出了后面的巴德和弗拉基米尔的 索拉卡的代表甜点是牛角面包 后终于来了一个咸口味了 之前的软糖蛋糕马卡龙都是甜的 牛角面包是咸的吧 我没记错吧 完了我好久没吃了 我好像忘了是甜的还是咸的了 行不聊这个了 那他的甜点伙伴也是一个牛角面包了 索拉卡的这个牛角面包的设计 主要体现在法杖上 还是蛮有辨识度的 值得一提的是 因为索拉卡的身份是糕点师嘛 所以他的皮肤里面不只有一种甜点 除了牛角面包外 还有草莓慕斯和大招的倒茶 接下来就是巴德了 巴德在这个宇宙里面的设定是 咖啡之神来历未知 会随时随地的逛街 看到好的咖啡馆就给祝福 然后被给予祝福的咖啡馆就会名气大增 还是没有丢失主义宙神秘感的设定的 当然安妮老爸家的咖啡馆 就是得到了巴德的祝福的 巴德的代表甜品是一杯黄色的饮品 黄色的饮品 我们就管它叫卡布奇诺吧 甜品伙伴当然就是这个卡布奇诺的茶杯头了 全都设计这款皮肤也主要是在强调咖啡 被动的物品变成了要加的方糖 W也是变成了卡布奇诺 满充能还会有爱心拉花 值得一提的是巴德的传送门在传送的时候 巴德的本体形态是会有两个颜色的 一个是紫色的 一个是绿色的 这个还是蛮细节的 最后最后就是我们的弗拉基米尔了 虽然从原话上看 弗拉基米尔特别像是咖啡店的店员 但其实他不是了 他只是一个经常会光顾咖啡馆的顾客 至于为什么经常来这家咖啡馆 这就牵扯到本次宇宙的暗线了 弗拉基米尔在研究如何长生不老 研究来研究去 最后发现了长生不老药 可能是咖啡店的饮品 然后就找到了这家比较特别的咖啡馆 准备偷学研究 吸血鬼的代表甜品就是这个绿色的液体 绿色的话 我们就猜抹茶拿铁吧 伙伴和巴德的构思差不多 也是一个茶杯头 里面装的同样是绿色的拿铁 游戏里的弗拉基米尔为了体现这个抹茶拿铁 把W的血池换成绿色 嗯怎么说呢 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奇妙观感 可能是这个冒泡的设计导致的吧 好那么以上就是本次咖啡甜心的所有背景故事了 总结起来就是 店长女儿安妮 大堂经理西威尔 甜美服务员格温 是明线中的快快乐乐的日常角色 然后神秘糕点师索拉卡开始引出魔法 进而拓展出甜品伙伴是饮品的咖啡神巴德 和长生不老的秘密研究者弗拉基米尔 我觉得这款皮肤是有很大概率出后续的 当然销量也是一个拳头要参考的指标嘛 那这里是水母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